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六四一年文臣公主进藏 在唐伯古道上留下了一路美丽的传说 道坦河的故事 讲的是文臣公主路过这一带 见青海湖水即将干涸 岸边景致荒凉 公主将望乡宝镜化作日月山 迫使河水倒流入湖 这里从此水草丰美 人畜兴旺 在今天的白纳沟 有一座著名的文臣公主庙 传说文臣公主曾在此居住 并亲帅工匠一人 在悬崖上雕刻了佛经佛像 虽然这座公主庙的真伪还有真意 但是藏民们认定 它就是公主庙 因此成为了一个朝拜圣地 传说中的文臣公主善良能干 她不仅努力传播佛教 还带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和医生草药 把中原的文明带入了偏远的西藏 藏民们也把他们对文臣公主的尊敬和感激 写进了歌里 他们写道 尊敬的文臣公主带来了手工艺五千种 打开了西藏工艺繁荣盛盛的大门 尊敬的文臣公主带来了序类五千种 给藏区乳酪的封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藏文化的交流 在文臣公主主持设计的佛教寺院 大小二招的建筑风格上也得以体现 大招寺小招寺的梁架 斗拱均为汉族建筑的做法 而柱头岩布的装饰则是典型的藏族风格 由于文臣公主对藏族文化生活的影响 藏传佛教遵奉她为观音幻化的绿度母 受到极大的崇敬 公元八二三年 大招寺前立起了一块唐伯会蒙碑 上面的汉藏两种文字铭记了自文臣公主和亲之后 两族欢好之念 永未断绝的事实 也说明了文臣公主的入葬 不仅对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的作用 而且对两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数十年